歡迎收看屈機小世界,我是Craymond 我工作的原因足足忘了三個星期,消失了 屈機小世界都停了足足三個星期 我消失三個星期就有小事 不過外長秦剛消失都是三個星期 就變成國際新聞的儀話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三個星期沒有公開露面 缺席一系列的外交活動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些國家不會講得很明白 所以這麼奇怪,這麼罕見的情況,當然是引發關注 在社交媒體上還有很多人在猜究究究去了哪裡 我們國家的外交部發言人曾經在七月十一號對記者說 秦剛因為健康原因不能出席印尼舉行的東盟會議 結果又比秦剛更高級,即是我們現在外事辦的主任王毅 代他出席會議 不過發言人這樣一說,原來大家有懷疑 在中國的外交部網站上原來沒有記錄在案 當然,我們外交部多數如果記錄了一些東西會省略 就因為他敏感 所以這麼敏感的東西說不知道誰去了哪裡 誰代表了誰 誰突然頂了誰的位置 大家都覺得怪怪的 而實際上如果大家有看看 剛剛星期一我們國家主席就接見了前菲律賓總統的杜特爾特 官方的電視台畫面就看到秦剛又是不見了 陪同習主席就是王毅和外交部的副部長 部長助理等等等等 但是就是不見了部長 所以當我們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被人問的時候 大家追問秦剛去哪的時候 他就說沒有可以提供的訊息 然後記者再問 就說泰晤士報報道秦剛消失 因為他被人調查 和一個女記者有染 他最近在美國還生了一個BB 你有甚麼說 毛寧就說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然後再有人問秦剛還是不是外長 現況又是怎樣 為甚麼幾個星期沒有露面 毛寧就說 我建議你查一下我們中國外交部的網站 我沒有其他訊息可以提供 那當然了 這麼抵死的答案在外國的媒體 例如美國之音那些 當然是跟你講臭他 就說 在這個發言人這樣詞而猶疑的表現 不用問 當然是因為當今中國的官場 有些無所不在的恐懼地說 說得這麼大件事 今個星期我們怎麼可以不看看秦剛笑實的事件呢 社會競爭激烈挑戰越來越多 所以究竟要馬上增值自己 但是擁有多年工作經驗的你 可能學力又不高 英文又不好 亞仔亞女一句 你懂甚麼 你都沒有讀過大學的 你就立即站在那裡嗷嘴 我教授大學課程超過15年 有沒有想過 直接由我親自去教授你多角度的分析技巧 還可以拿回英國大學的MBA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呢 一來可以增值自己提升競爭力 因為今天60歲仍然是年輕 況且很多後輩等我們養的嘛 二來也可以拉近和子女的關係 令他們覺得阿爸媽是可以的 現在就打25120929 和李小姐談一下 今天就來報讀我們這個一樣的MBA 完全不同的教法 令你夢想食陣 剛才就說要看下這個秦光消失的事件 我們剛才都說了 這個問題沒有東西可以提供 太不時報的報道 他又說我不知道你問什麼 諸如此類的 其實記者可能覺得無寧的答法 他們的說法就是令人驚訝 你是發言人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你的外交部長的事件 其實你問清楚 很多助手助理都不知道自己的老闆去了哪裡 我助手都不知道我去了哪裡 所以如果你說是否一定要知道他去了哪裡 其實真的有些問題 我又不真的感覺 不過秦光作為外交部長 玩失蹤又真的比較敏感 而年57歲的秦光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很資深的外交官 也是被視為一個我們主席的信賴 很得力的官員 他在去年12月才被任命為外交部長 接替王毅 然後今年的3月再升級 兼任一個副總理級的國務委員 秦光最後一次露面就是在6月25日 當時他在北京見到斯里蘭卡 俄羅斯和越南官員 其實問題真的很多 之前說他無緣無故不見了人 就說他是健康問題 有人說莫非是新官 但是去到最新的說法就是 有情婦有外語 還生了一個B的說 還說紛紜 不過由中國官場很刻意地流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懷疑 在網上見到秦光和這個 傳聞中的情婦 就是鳳凰衛視的女記者 傅曉田的那張照片 雖然是證實了一個外語的傳聞 但是又說震驚什麼高層 但是老老實實一反過來說 這個好像是一個煙幕這樣的款 那這個傅曉田又是誰呢 根據中國官場說法 就說這個是一個外傳的雙面女間諜 說我是中國鳳凰衛視 風雲對話的前主持人 傅曉田 他就在英國的劍橋大學畢業 拿了碩士學位之後 就開始做這些媒體的工作 後來就派出了美國華府 當然了 就認識了秦光 在那些外流的照片裡面 就看到是和時任的中國駐美大使秦光合照 背景就是美國的國會山莊 有些網友都很划算 說江山和美人都如此多嬌 難怪秦光會雲旋浪 講開間諜 有件事是不得不講的 什麼事呢 跟這件事很有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或者如果你聽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美國前總統甘乃迪 美國前總統甘乃迪 在他24歲的時候 當年是1941年 有一天他在辦公室 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記者 走進來 24歲血氣方剛的甘乃迪 當然有點寂寞難耐 趕快上去 試試交個朋友 先打完招呼 知道原來這個女生 就叫阿雅德的女生 是一個丹麥銳的美國人 不但文采一流 而且還財貌相傳 狼情妾 二男友情女友 一撻就著 甘乃迪很快 已經對她瘋狂地追 一男一女 幹柴烈火 當然去了爆房 去了酒店 但是甘乃迪有所不知的 就是原來這個女生 早就被FBI盯著了 原來這個女生的名字 正正在FBI的一份 可疑人士名單上面 FBI一路都監視著她 就是在甘乃迪和這個 英格拉薇走進去酒店裡的時候 FBI的人員就馬上衝了上來 還要求甘乃迪 立即和這個 英格拉薇結束這段關係 究竟這個英格拉薇又是甚麼人 原來當時時有一批 不管你是德國 俄羅斯 即是當時的蘇聯 這些女間諜都潛伏在美國的 軍事機構裡面 不要忘記當時時是1941年 在二戰的時候 很多這些間諜 特別是德軍 這個女生就是其中一個人 而這一堆人呢 正正也就是FBI監視的那堆人 那當然事後FBI當然是 找回甘乃迪和這個女生的 那些 那些枕邊說話 諸如此類的 那些咸咸濕濕的那些 全部出回來 發現了原來甘乃迪 在不知不覺之間 已經洩露了很多機密文件 特別是軍事機密 那當然了 FBI都要拿證據的 那這個時候甘乃迪才發覺 看到FBI拿出來的證據 原來這個女生是希特拉身邊的人 那也由於這樣的關係 希特拉完全覺得自己 本來由完全不相信 去到發覺自己大禍臨頭 糟糕了 原來我闖了這麼大的禍 那我為什麼說這件事呢 因為三個月前的4月11日 傅曉田呢 就說回秦剛這件事 那他就發文 就說他跟兒子 搭飛機去華盛頓 而附上那張圖片 就是一張他2022年3月 採訪時任中國駐美大使 當時還是秦剛的一張照片 同年7月已經很多傳言 就說 傅曉田的兒子的老爸 就是2022年年尾 剛剛做了外交部長的秦剛 那麼秦剛這20日失蹤 很多人之後就在那裡說 這件事當然是跟秦剛有關 不用問啦 因為這件事啦 老老實實 如果這個女記者傅曉田 真是一個美國間諜的話 我不信我們的國安會 不拘捕他 又不通知秦剛 你看 甘乃迪 跟那個丹麥裔美國人 但是是德軍的情報人員 這頭開訪 那頭FBN衝進去 男左女又舉起雙手 趴在牆 那你想一下 怎麼會不趕快折住他 那就是說 一是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是間諜 因為就是知道你是間諜 所以才是讓你埋身 因為就是要讓你拿些不正確的情報 又或者是讓你一些有意法 讓你美國知道的假情報 實行 即是那些叫做 能化你老尾那種 問題就是 如果不是的話 優惠的第一天 國安英衝進去 還讓你十月懷胎 生了B嗎 不要忘記 秦剛做外長的時候 這個女孩已經出現了很久 整年差不多 那就是說 如果你明知道他旁邊有個特務 你又知道這個特務有問題 你還會讓他走在一起嗎 不要說這是不是分外情的問題 先說這是機密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 傅曉田和秦剛的分外情 導致秦剛下馬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不成立 況且如果你有看過 傅曉田的IG的話 看一看他的Instagram 你會發覺他整個Instagram裡面 有三套十一張照片 五張都是個BB 一張是秦剛 誰都知道你們兩個有問題 老老實實 如果要按起來 蓋得那麼陷 真的那麼害怕 就不會這樣擺出來 如果你作為秦剛 有那麼高級 那麼資深的外交官 一件事會令你烏沙不補 你還會被這些照片出街嗎 老老實實 就算是美國的美國之音 擺明反中 擺明要抹黑我們 他自己都說秦剛 根本就是習主席的班底要員 如果真的權力或者腐敗的可能性 根本就不高 屠色問題的話 中國官員有情人都很正常 男女問題而已 況且習主席用人為財 現在中國又是用人之際 所以一定會放他一馬 你不相信的話 記得以前的網球名張彭帥 曾經都指控我們的副總理 張高麗性侵 性侵 不是你情我怨那些 結果張高麗有沒有受到處分 沒有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2021年11月3日的時候 外交部例行的中外記者會上面 外交部的犯人 當時是汪文斌的 被人質詢這件事 政府怎樣評論的話 他只是說 這個是非外交問題 所以秦剛和傅曉田 就是非外交問題 講完 所以沒事的 根本就不會因為這件事 好了根據以上的分析 男女私情我們暫且可以放在一旁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秦剛長期都跟王毅不合 這樣說 又說他把這個戰狼發言人 趙立堅 貶 用個貶字的 內地的網民都是這樣形容的 就是貶為邊界與海洋事務 師父師長 打壓王毅勢力 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戰狼 趙立堅他老婆說什麼呢 他老婆湯天愚 發文搞到很多人都關注了 他老婆無緣無緣無故發文 高聲在說 基本上就是曲線在報起 然後就偷開心的那一隻 事源就是發廣網報道 7月12日 推特傳出一條 趙立堅妻子7月10日的言論 引發猜測 他就說 今天是美好的日子 網友根據這個猜測 就說 趙立堅老婆對秦剛的遭遇 表示高興 當然有一個說法 就說秦剛風頭太厲害 突然間失寵的可能性都不是太大 但是因為秦剛太受寵的關係 他在內部的確不受歡迎 很多人於是等他出事 這個時候說事前雅時快 秦剛就病了消失了 於是個個跳出來 很開心地說 其實趙立堅的老婆 不單發了一條文 還發了幾條文 他還說 除了這個是好日子之外 他還說 趙立堅是為人正直為國為民的好官 表面上說說另一條文 大家都知道他在說什麼 好像有些慶祝好日子的感覺 於是大家聯想到秦剛上任之後 趙立堅馬上失勢的舊事 事關原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 兼發現人的趙立堅 在1月9日突然靜靜地被外交部 調去邊界與海洋事務司的擔任副司長 網民直言說這個是流放邊疆 有一個說法 北京官場的說法就是 秦剛看不起趙立堅玩戰狼這一套 說他只是敢於鬥爭 就不善於鬥爭 所以秦剛一上任 就要把趙立堅調走 等一等一等 記不記得2021年的中美高層 阿拉斯加會談 好開心那一場 2021年3月18日到3月19日 中國和美國的高級別外交官員會談 我們國家的說法就是屬於戰略對話會議 美國說不是的 布林肯死都說不是的 這次會議 美國的代表就是布林肯 以及蘇利文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是他們的國家安全顧問 我們國家的代表就是 我們當時時的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辦的 當然是楊潔篪主任 以及國務委員兼當時時的外交部長就是王毅 當時秦剛還不是部長 還是駐美大使 這個會議之後 當時我們的發言人 就是趙立堅 他就說我們在安克雷奇 就是那個開會的地方 不吃這一套 在天津都更不會吃這一套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這句說話 於是搞到有一件T恤熱賣 那件T恤就是寫著 我們不吃這一套 其實當時這個會議之後 就是2021年5月的時候 台灣都有這樣的評論 他們說美國想通過 用造勢的方式 跟中國大陸施壓 刻意營造一種對自己有利的氣氛 然後再去會談 唉 真是低估了我們國家的 捍衛國家核心利益 和決心的底線 所以無論是楊潔篪所說 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話 你們是從實力地位出發 跟中國談話 還是王毅所說的 美國你這個腦毛病要改一改 你想想多硬 很明顯當時是一個很硬的立場 其實這個很硬的立場 不是那天才有的 戰狼外交 就是源自我們習主席 擔任中共總書記 中期之後推行的強硬外交政策 那些歐美國家都認為 這個時期的中國外交官 以至中國領導人 嘩好厲害 好挑得 好有挑釁性 發出一系列的攻擊性言論感話 其實這個字是源於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 是吳京一套電影叫戰狼 而因為這套戰狼的電影 是說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很濃厚 出了戰狼這個字 其實戰狼外交這個字 是可以推回去 遠遠2012年那時候 中共十八大 當時時我們習主席上台之後 推動一個叫做 堅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 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個政策 其中一個重要概念就是 就是要敢於亮劍 要拔劍 所以所有的當時時的幹部 都被要求學習 並在關鍵時刻要實行 這一種敢於亮劍的新型外交關係 所以你看到無論是楊潔篪 無論是王毅 他們全部都敢做這件事 秦剛是現在的外交部部長 王毅就上一任 再上一任就是楊潔篪 李肇星就再早些 但正正李肇星就是去到2007年 大約是我們習主席上台之前 所以很明顯 其實由習主席上台之後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口徑完全一致的 即是個個都執行一模一樣的政策 所以如果說秦剛看不起 趙立堅玩戰狼外交那套 老老實實 秦剛都只是一個奉行國家政策的執行者 全部人都應該是戰狼 何來又看不起這個說法呢 其實如果你說秦剛是不夠戰狼的 我反而相信 但如果你說他真的不夠戰狼 又怎會升他做外長呢 況且在2021年的時候 中美高層呢 在阿拉斯加的回談 剛剛說的那個呢 無論是王毅楊潔篪 以至到趙立堅 他全部都是口徑一致 每個說的說話都是一模一樣的 一個方向和一個系列來的 所以偉偉都是戰狼上身 如果你說秦剛看不起趙立堅 玩戰狼那套 而要秦剛下馬 這個說法不成立 好了 既然兩個說法都不成立了 再看看 根據《亞洲金融時報》的報導 這次失蹤的原來不單止是秦剛 如果只是他失蹤的話 就說他的事 但失蹤的不單止他 那有甚麼人失蹤呢 有些部分的專家認為秦剛 其實這次可能是捲入了一個外交體系 甚至乎是一個內鬥遭到清算 更嚴重的說法就是涉及叛變 這個說法就是因為中國近期 頻頻都要整頓火箭軍有關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話 美國經常都想挑我們中國打仗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近岸戰爭 美國是沒有勝算的 特別要在台海跟我們打 根本就沒有勝算的把握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投炮火箭軍十分之低 所以要打了我們火箭軍 要搞了我們火箭軍 變成他們第一項首要任務 所以如果他們要派任何的特務間諜 又或者要搞我們的話 很明顯美國會先搞我們火箭軍 傳言就說火箭軍現任司令李玉昭的兒子 涉嫌向美方出賣情報 而秦剛就竟然阻止不切地說 還說一個不小心講漏這樣講漏這樣 就搞到我們的氣球事件 所以直接或者間接引致氣球風波 當然這樣令政府很尷尬的嘛 你做漏事做錯事啊 甚至還有一些報道更誇張 就說是普京親自把這個消息 就告訴我們國家 於是就說秦剛做漏事 甚麼都行 其實今個月的六號已經有說 火箭軍裡面有些高級的將領 自殺地說 消息就是這樣說 但是當然啦 實際上公佈就是說 有一個將領是因為老日血而撤死的 那麼很多人都在想 其實解放軍他們的醫療都很好 這些東西沒甚麼理由會這樣才發現的 那麼莫非不是 那麼這些又是另外一番引發大家去想的問題 那據一些知情人士就爆料了 他們說火箭軍現任司令李玉昭的兒子 是在留學的 但是因為涉嫌賣情報已經是消失了 帶走了調查 連他父親都好像說消失了 那麼就是說 實際上如果我們看回這三個可能性 我們講的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講這個男女問題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講這個 就是內部的問題 不夠戰狼 或者是看不起 而第三個可能性 是真的做漏事做錯事 那麼你覺得哪個最有可能呢 頭兩個我就覺得好無可能 第三個相反機會是最高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這件事的話 這次這件事呢 表面證供就是男女問題 也都解釋了為何會流出 那麼多這些男女的相片出來 因為你不流出就蓋不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大家有懷疑的話 其實有件挺有趣的事 其實秦剛這個是一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很少女性的政客 是中這些招的 多數是男性的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想一下你就明白了 多數男性 有權有勢 還有能力的話 就很吸引女性的嘛 但是你多好會聽到一個有權有勢 很powerful的女人 就是女的一個領袖 或者女的一個政客 會很吸引很多男性的呢 不會的 而女性事實上也少犯這些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壓力太大 你留意一下 很多壓力大到 會把那些主席說錯變主人 那些呢 但是你要他真的出軌 相對機會很低很低 甚至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想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永遠都聽到 男性身邊可能三七四次 有很多個知己情人 諸如此類 但是你沒有聽過 武則天和老佛爺說 你真的吸引了 你兩個真的漂亮 你沒有聽過這兩件事的 男性會讚女性 唉 離不開幾種人而已 不會是武則天 不會是老佛爺 也不會是一些 很有權傾朝野的女性 相反 是最簡單的 以前的廣告歌也有你唱的 就是 媽媽真靚咯 太太真靚咯 連工人都唱了 好姐真靚咯 下個星期就和大家屈肌小世界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肌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